在农村里的男人现在没几个愿意干农活,所以来城里后只能做苦力农民工,这些人也许一开始不是农民工,就是到听途说得知农民工一天下来能赚200多元,还有的熟练技工能赚400多元,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去工地上干活。 很多城里人都不喜欢农民工,其实农民工的收入已经超过很多职业的白领了,但是为什么感觉农民工还是生活在最底层呢,赚的钱到哪去了? 现在我们看起来经济是变好了,但底层的平民阶层并没有增加什么财富,都是平均数拉高的原因,话说回来农民工不是一天好几百吗,为什么存不了钱,下面我们就说说这个事情。 一绝大部分农民工一个月下来只有3000到6000的收入,有技能的可能还要赚更多,有些是按天收入的,明码标价也是很抢手的,这样的收入让很多城里白领们羡慕,尽管他们不知道农民的辛苦。 二,多少人标明薪酬高,接连干活,等到工程做完要工钱的时候,这么弄基本半年才收一次钱,还会有各种理由去客扣费用,最怕的就是上面老板跑路,遇到这种事情工人们还能怎么办呢? 三上有老下有小,家里上有老下有小,而妇女要留在农村干活,老人生病孩子上学都要用钱,老农在城里,一年下来能赚钱的只有8个月到10个月之间,一旦年纪大了就干不了这活了,算下来其实赚的真不算多。 整天辛苦工作,收入平均下来并没有多高,而且还是补助一家老小,一年到头真的存不了多少,一旦碰上无良老板就要讨薪而是无礼。 而且很多农民工并没有特殊技能,技能需求不算太高,所以听到农民工高工资的都是那些极个别,见得更多的,是远远想不到的辛苦。